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是会造成低等级的受容失效 目前不允许对其进行试验 一旦SCP-517-101被启动 员工应向当前的上级汇报 以执行517-001协议 在实践517-1997M之后 SCP-517应被时刻保存于专用的隔间中 一张不透光的黑色毛毯应时刻裹在其周围 在2002年之后 没有站点主管的许可 不允许对SCP-517进行任何试验 描述 SCP-517是一台算命机器 直立状态下的物品大约有两公尺高 包括被放置在一个由玻璃和木头制成的箱子里的 一个机械杂人和一个电蜡烛 检查显示其内部与类似的机器相同 最顶端的装饰板上有着内签 祖母欲言字样的招牌 其内部的杂人外形 为一个穿着一件白衬衫和一条蓝色的皮肩的年长女人 物品的电源线在其底部约15公分处被切断 看起来它曾被粗暴地从原本的电源分离 当将硬币偷入投币孔时 没有任何反应发生 物品可自动通电 一小时一次 如果一人后称为目标进入视野 杂人将转向目标 并在营送一段命运后自动停机 整个过程是完全机械的 同时物品也没有显示出任何有意识的迹象 参见俘虏局里的命运记录 启动SCP-517的人将在下一个凌晨 于当地时间1点43分 称为一个或一群聚合体的攻击目标 聚合体在此称为SCP-517-01 一开始将出现在一块地区 其外形为一群数量不定的多关节长手臂 十根至三打不等 这些手臂看起来是完全有形的 并且可以无限延伸 聚合体出现后将立刻冲向目标 并尝试抓住及捕获目标 如果捕获过程不够顺利 额外的手臂将在受害者身边不断出现 来协助攻击 SCP-517-01出现时选择的地区通常是矮 狭窄且黑暗的地区 例如地下室或储藏室 并且在一场袭击中不会更换 在所有的案例中 当目标被捕获后 将被快速拖至SCP-517-01出现的地区 然后被残酷的殴打直到日出 聚合体曾被记录的行为包括 从一栋办公大楼的通风管道出现 拉住目标进入吊顶天花板 将目标拉进水沟 将目标拉进床下 或是 任何阻挠其行为的尝试 会导致调性者 被拖进袭击中 受害者的遗体 至今还没有幸存者 如果一天中有多个个体启动物品 所有个体都将在接下来的夜晚 成为被袭击的目标 SCP-517-01会在多个地区出现 同时狩猎多个目标 但由于实验517-43C中出现的混乱 应尽可能采取措施来防止多次启动 在实验中 远端监视预期出现手臂的地区 发现这些手臂从墙草附近的某一点 或是在镜头之外伸出 并最终充斥于监视画面中 不可辨认的人类DNA片段 在SCP-517-01出现过的地区里被发现 但他最终的来源仍然不得而知 附录 预言 以上是一些被SCP-517读出的预言 1993年 一个人应当被造语多少次 要当好人才行 1994年 你母亲可不是这样造语你的 我很抱歉 但我得公平 1994年 你试着当个好人 你需要更努力 1994年 有的人不知道怎样当个好人 你很快就会懂的 不是吗 1997年 那些做了可怕事情的人 应得可怕的报应 亲爱的 这是你自找的 1998年 你将即刻醒悟 2002年 你看起来曾犯了些错 有些事情是不可原谅的 不是吗 2002年 你认为他们已经忘记了吗 事件 517-1997之案 设计SCP SCP-517 设计人员 Augusta Miu博士 已故 赛23警卫 日期 1997年8月25日 地点 赛23储藏区 1997年8月25日 大约在 13时56分 在监督物体 转移至一个新的 收用保险柜时 已故的Miu博士 成为SCP-517的目标 警卫和站点主管 被告知 一个应对 SCP-517-01的 防御方案被设计 在23时30分 Miu博士 进入一架 由基金会控制的 UH-60 黑鹰多用途运输直升机 5名警卫人员 被指派为保镖 直升机 部署在被清空的 1号餐厅上方的 直升机平台 3-8上 来自防卫部门 1、3、4的警卫人员 装备有刀具和电击棒 特定人员 被给予火焰武器 和战斗炸药 战斗小组 被安排在1号餐厅 1楼和2楼附近的 战术位置上 并得到了 在SCP-517-01出现后 将其彻底消灭的命令 鉴于这是第一次 试图压制 SCP-517-01的联合行动 允许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 由于1号餐厅 不具有地下室 预计SCP-517-01 将从附近的建筑中出现 所可能被SCP-517-01释放 并构成威胁的SCP 都被转移至基地的其他地区 因为SCP-059的保存点 离1号餐厅较圆 所以相信不构成威胁 事件记录 230-57分 密尔博士和保镖进入飞机 010-05分 增加反光灯亦增加夜间亮度 010-36分 地面战斗小组于1号餐厅内部就位 010-41分 地面战斗小组于1号餐厅外部就位 110-03分 武器检查完毕 110-10分 密尔博士感到一种强烈的不安感 出现轻微的焦虑症状 此症状被认为是来自其对SCP-5品的知识 和对接下来事件的妄想 110-20分 最后一次去洗手间解决生理问题 110-30分 区域封锁 所有可被密封的门窗全部上锁 110-43分 大约18根SCP-517-01之体 在1号餐厅东面大约40公尺处被发现 其应该是在储藏中心4支B的某处产生 然后立刻被集中了武器火力消灭 110-47分 更多的SCP-517-01在相同地区被发现 产生了额外的手臂 以取代被武器火力消灭的SCP-517-01 其中有数个手臂 看起来有着收集地上碎块的任务 没有对战斗小组的敌对报告 110-55分 观测到更多由停在储藏中心4支B 和1号餐厅之间的配集车辆中 产生的SCP-517-01 出现在1号餐厅东北部 地面作战小组硬敌 使用火焰武器 210分 SCP-517-01的袭击还在继续 手臂的数量大量增加 大约80至100 并从东北方向的多个地点 以稳定速度增加 被火焰伤害或消灭的肢体 撤退到时间外 落在地上的碎块被聚合体收集 没有对基金会小组的直接敌对报告 20-24分 战斗小组报告开始逐渐的难以跟上手臂再生的速度 爆炸武器被授权在SCP-517-01出现地点使用 没有对基地小组的直接敌对报告 20-39分 密友博士和空中战斗小组起飞离地 20-41分 手臂从1号餐厅的墙壁中地板上出现 后续检查发现 手臂以盾力在墙壁上形成了不规则的孔洞 底层小组硬敌 使用近距离作战武器 没有对基金会小组的直接敌对报告 20-49分 SCP-517-01出现在1号餐厅的通风管道内 屋顶小组硬敌 尽管密友博士已经由撤离载具离地 但地面的SCP-517-01 仍然向着1号餐厅的方向前进 预计已出现 数量的SCP-517-01 30-04分 流出方排气口冒出的SCP-517-01 出现在1号餐厅的屋顶上 结构网被破坏 遭遇聚合体 30-11分 观测到SCP-517-01 已突破1号餐厅北部 上组的紧急逃生门 1号餐厅的通风管道中 被发现由SCP-517-01产生 30-22分 从1号餐厅排气系统中 产生的SCP-517-01 与直升机接触 屋顶机组人员示警 肢体移除 30-31分 没有博士变得异常机动 要求飞行员逃离此地 直升机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 30-33分 SCP-517-01 从直升机尾部出现 开始攻击门 30-34分 左后部的窗户被击碎 机上战斗小组 开始已有任务器硬敌 30-35分 没有博士被SCP-517-01抓住 从窗户被拖出 通过在等待的手臂 从空中向一号餐厅转移 30-35分 SCP-517-01肢体 与直升机后方螺旋桨接触 飞行员被迫尝试紧急迫降 特攻Track重伤 30-36分 战斗小组报告 SCP-517-01的敌意明显上升 聚合体开始增加手臂再生速度 预计肢体的数量达到稳定的150 30-37分 没有博士被拖入一号餐厅厨房的通风系统中 30-37分 没有博士重新出现在厨房中 特攻Madison尝试切断SCP-517-01肢体 随后被抓住 并与没有博士一起被拉上逃生门 30-37分 特攻German 特攻Teflor和特攻Syle被捕获 防守小组获令放弃整体 30-39分 密尔博士及特攻Madison German Teflor和Syle 由正门被拖入储藏中心4GB 储藏中心外的肢体撤退且消失 30-44分 特攻Ted尝试以战斗手榴弹破坏储藏中心4GB 被极度快速的手臂猛烈拉进建筑 30-45分 指挥部通讯 用武失败 70-01分 黎明 70-10分 密尔博士和特攻Madison German Tefler Syle 以及Ted的遗体被发现 以上就是SCP-517 简单说SCP-517外形是一台娱乐用的预言机 每一小时会启动一次 如果启动时有人在视线内就会被锁定 被锁定的人会在隔天清晨的1点43分 被阴暗处伸出的一群手臂攻击 最后被殴打致死 那最近破了10万 觉得是一个无法想象的数字 真的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好像10万应该要来做点什么 不过没什么灵感 有希望我做什么可以在留言提议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让不喜欢吧 希望我自从来的CPU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